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又是我卡洛斯 如果你问我算不算一个好整洁人 我真的觉得有点惭愧 因为有时你见到我桌面 真的比较凌乱 我有很多学生经常看不过眼 就来帮我整理一下他 但我想跟大家说 我有时候双重标准 有关于工具的摆放东西 我会特别上心 而且会特别整理得好些 因为这样取用工具才会比较方便和安全 就好像之前两集有跟大家提过 有些工具我会放在这边创作区来使用 而有些木工工具我会放在木工台和制作区来使用 这些工具我都想整理得整齐些 让同学使用起来更加得心应手 好了 这段我正正和同学在做一些这样的计划 以及一些工具的摆放工程 带大家一起去看看 有时见到这么凌乱的工具 真的看得到眼泛 不单只要找的东西找不到 而且还不断不断地不见工具 行了行了行了 这样怎么办 于是我和阿风想到一个方法 就是用者借负 叫学生在堂上 设计如何解决摆放工具的问题 最后大家得出的结论 竟然将工具排整齐齐放在一块板上 这么多螺丝批 要三个这么多吗? 膠水并不是膠纸都不属于工具 其实 但是就这样放在板上 又怎会放得稳固呢? 于是我和创客学会的同学 就迅速为订阅回来的CNC 机器 做好安全护罩和防尘设施 接着呢 再快将同学设计好的工具摆放位置 先用AI画出工具的轮廓 让它成为一个向量图 然后再输出成为DXF的档案形式 方便我们在ARCAM软件里面 再将DXF档案读入 然后制造刀路 其实主要就是将刚才画好的向量图输入 然后为向量图上每一个不同的形状 选择刀具和切割的深度 然后就让软件计算出它的刀路 也就是刀行动的途径 而当中呢 牵涉到要想刀的直径 刀行动的速度 转动的速度 等等等等 很多的参数 至于使用ARCAM製造刀路的过程 就牵涉了更多使用CNC的相关知识 将来呢 我会继续做影片 去为大家讲解的 好了大家看到呢 为了将工具放得稳定 每一样工具的切割的深度 都有多少的不同 当刀具切割的过程已经模拟好之后 我们就要将刀路 成为G-Code 这个过程呢 和3D打印其实是差不多的 而去到CNC那边呢 我们就要将夹锯 夹起我们的工件 然后呢 就启动CNC 在工件上面切割了 为了安全起见 不要那么容易断刀呢 我们都不敢将刀的速度 控制得太快 每一块这样的工具板呢 大约要用3个小时呢 才可以切割完成 大家不要觉得这样的速度 是很慢的 因为一块这样的木板呢 用减速的方法呢 CNC的方法呢 比起用3D打印机 去建模印出来 已经快了很多很多很多倍的了 好了3个小时已经过去了 差不多2黑完了 我们就试试一下将工具放在这块板上 看看是否实用 勾到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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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那边 全部是在这边的 这边有 小的螺丝片 不是这两支 这两支是在那边 剪刀 西剪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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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调转了 是不是 不是这支 肯定 是那支 是不是 对不起 咦 似乎效果都不错 那以后在工厂找工具 就有好日之歌了 其实除了刚才常用的工具 我们桌面上的电落铁 和热用胶枪 都是摆放得很凌亂的 那阿sir呢 也借着一个机会 教大家如何设计一个小柜子 当然由阿sir操刀 去切割木板 然后呢 就再教学生 如何用螺丝 将这些木板 结起来 过程呢 就主要在木板上面 先转上有沉孔的螺丝洞 好 好 好 然后呢 就再安装自宫螺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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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个人呢 认为这一类的木工技巧呢 对学生是非常之有用的 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呢 常常都会用到的 好 相信我个学生呢 学会了整个这样的柜子之后呢 将来他们可以用相同的方法 去做一些更大的柜子 好 要转上尝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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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它把表面的脆皮弄爆了 之後就有黏貼 黏貼防火板是一樣用乾貼法的 而乾貼法他們早在製作小結他的時候已經學習過了 但是貼防火膠板所用的乾貼法就更加複雜了 因為首先要把黃膠塗得很均勻 而且刮得很薄 然後還要刮兩邊 還要對位才會貼得好看 而他們更在老師的監督下學習用收邊機 去為防火膠板收邊 接著再連上膠邊就大功告成了 刮是垂直一點的 垂直一點 這樣才叫刮 明白嗎? 我說什麼? 這樣就薄一點 完成了這個大製作之後 還在貝兒的監督下 把電落鐵和熱溶膠槍放好 好,貝兒示範了原來工具 物件要擺放得好 還有很多學問 因為如果電線不巧好 就這樣放它在裏 不一樣是有寧願的感覺 好 現在弄到這樣 是不是很見得人 經過了我們師生周長的計劃 和努力合作之後 終於在創作區工具的擺放 有了初刑 不單止這樣 現在我們常用的電落鐵和熱溶膠槍 都有加可歸 而且同學在過程之中 學用了CNC機 也都學用了一些基本的木工技巧 將來他們可以利用他們學到的木工知識 和運用他們的動手能力 去解決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用品擺放問題 就不會像他們的老師般不整齊 我相信子豐和葉陽他們 已經在計劃著 如何利用他們學到的木工技巧 去為他們的模型車做出停車場 如果你都想知道他們的工作狀況 請繼續留意卡洛斯的影片 今天我分享到這裡 我是卡洛斯 喜歡我的影片的 請你訂閱、加讚和分享出去 再見 再見